那老实说要优雅很困难 有时候甚至要把优雅丢一旁 有些朋友会问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养成正能量 其实正能量真的不是天生的 它是后天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慢慢养成的 你可以找到很多让自己快乐的方式 而当你自己快乐的时候身旁的人也就会快乐 所以就像我常说的快乐不是一种性格 而是一种能力 我觉得大家都要去build out自己的这种能力 也是对自己好的一个方式 那刚刚有提到说所谓形象的事情 有时候我觉得很有趣 当我们在签合约的时候 它都会有一个请一人维持好自己的形象 后来我常会会心一笑的签下这个合约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为什么要人家提醒我们来维持自己的形象呢 我觉得这个不是应该是每个人自己必须做的吗 因为形象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如果你一直在经营的形象你会很累 我觉得形象是经过你这个人生的累积 然后这些养成 包括你的信念 包括你的价值观 包括你的人生态度 那这些种种而成才会养成你自己的底蕴 透过这个底蕴外放了才会是你的形象 所以大家不要去所谓的维持形象 你要从内心开始培养一个你自己的形象 那你就不会累 我觉得每一位女性可能在走入家庭以后 你就会压缩很多很多的时间 然后你就会付出可能没有自己的生活 然后也压缩自己 那老实说要优雅很困难 有时候甚至要把优雅丢一旁 但是我觉得优雅所包括的 当然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要从容一对 那你要可以淡定的去解决很多事情 那不管再怎么样再怎么样 很忙会很生气的一天 再隔天起床 你可以重新归零开始 所以我也会告诉自己 重新归零很重要 那再难再难的时候 其实你想一想 只要你的心是静下来的 你一定能够淡定的从容去解决 如果你是焦虑而且慌乱 而且带着很多的情绪 其实问题一定不会解决的好 而且这样就不值得了 所以希望所有辛苦的妈妈 在这样子的一个 很大的压力的生活环境 然后要照顾那么多人 也请自己找到自己 心中平静的一个角落 平静的一个角落 然后用淡定的心去面对这一切 我觉得你会比较快乐 我记得以前大家都会说 20岁的女人最漂亮 最青春 同意 同意 只是我觉得许多的女人 她们也许是在27岁不入婚姻以后 她们就成风了她们的青春 那也许在孩子长到青春期以后 她们才要找回自己的青春 你可以的 你一定可以的 要相信自己可以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只是灌尬自己的青春 我觉得青春包括很多 包括你想想看年轻的自己 你一定有很多的好奇心 你有包容度 你有挑战的心 你有感受度 而且那就是你感受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去把那种感受度收起来 甚至感谢 而到某一个年纪 大家就比较会开始抱怨了 是不是 好像是 就找到那样的自己 你一定可以找到那样的自己 然后你就会拥有那样一个青春的心态的自己 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很重要 那你也可以探索自己的各种可能 所以也许很多很多会变啦 我觉得心境不会啦 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拥抱青春